欢迎回来 素有樱花博物馆之称的武林农场 现在正值樱花大爆发的盛开期 最近有游客发现了梦幻的三色樱现身 也就是深红色的飞寒樱 再加上粉红色系的红粉佳人 以及白色系的雾色樱 同时绽放 另外今年花旗延后的炮帐花 在云林麦寮也盛开了 整个花海包围了老屋屋顶 相当惊艳 古错的屋顶上整片炮帐花大量盛开 满开的橘色花铺沿着屋顶倾斜而下 充满废墟感的房子和壮观的橘色炮帐花海 形成强烈的冲突美 随便怎么拍都好看 带鹦鹉来看花 觉得很惊讶 因为很少看到这么壮观的 为了园林麦寮正东宫的正对面 一栋被炮帐花包围的老屋前身是 虎尾堂场麦寮原料区的办公室与宿舍 拥有超过60年历史 炮帐花铺天盖地 也让老旧的房舍一秒化身成为 超梦幻的花海楼屋 接着赏花带你来到海拔高度 1750公尺到2200公尺的物林农场 现在这里超过2万株的樱花大爆发 满山遍野的樱花海 最大亮点就是三种不同颜色的樱花 同时同地绽放 形成梦幻的三色樱 三色樱主要是叫走开的深红色 非寒鹰还没凋谢 加上盛开中的红粉加盐 与初开白色的物色樱 天时地利才能同光现身 284天廉价也正是农场樱花的 最佳赏花期 想一睹三色樱盛开美景 可得把握时间 否则错过再得明年 接下来谭龙云林纵火不斗